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能理解 他就知道说妈妈对孩子的爱是很坚定的 任何的时空 别的小孩有再多更 好像类似于更聪明或者长得更好 我的儿子就是最好的 但是你要知道 对你的孩子说了一个他的真理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要坚定地爱一个人 怎么可能坚定地爱 除非是我的血缘关系 因为他是你儿子 你怎么可能坚定地爱一个不是你儿子的人呢 因为你有我在那 你怎么可能坚定地去爱 每一个人在爱对方 如果他很坚定地爱对方 如果他觉得幸福的话 一定是对方也爱他 一定是换回来的 否则他怎么可能幸福呢 他觉得 除非不是真正的 所以爱一定是双向的 才幸福 就是说他不可能说 一个说坚定地爱着一个人 另一个人如果不爱他 这个人一定会很痛苦 如果真正的爱他就没有痛苦 什么叫真正的爱 没有所求的 没有回报的爱 对不起 无形无相的 无形无相的 是一个念头吗 那种爱只是一个念头吗 只是一个幻觉吗 想象吗 是一种觉受感觉 或者每时每刻念着它 就像菩萨爱中生一样 每时每刻念着它 拿什么来爱 最重要的是 对 拿念头吗 我们拿头脑吗 我们心既然是无我的 那么头脑怎么爱法 那就没有爱了 因为没有我 所以没有爱 我知道了 因为没有我 所以没有爱 所以有我才有爱 有我 我得才有爱 就是终确地说 没有爱 我这句话对我很震动 如果我们觉得 我们很坚定地爱上了 那是我们执着了 那幸福也是空的 所谓的幸福是什么 我看破了 你就幸福了 可爱上 根本的轮回来自于爱 最根本的我们 是来自于爱的 主要是我们现在的爱 理解不了 因为我们的爱 都是早相的 有爱就有恨 我们的爱一早相 我们肯定烦恼就来了 我们理解不了 佛菩萨的慈悲 它可能不是一种情欲的爱 不是待情欲的爱 所以如果是从人的层面 探讨爱的话 其实也是一份 真的是一份执着 所以一执着就占有 然后哭闹就来了 所以这件事有没有 但是还是不要 不计划 甚至会有挂的 就 zoals我们 看到她的 应该就像 这件事就说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